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2年1月23日 星期日 我們這一節就要跟大家說說 中國大陸 跟英國 防疫對比 這個 真的是防疫大對比 現在還可以把香港 計算到中方這一邊 中國大陸 先後在不同的地方爆發疫情 大家都知道 小學生就說要清零 絕對清零 所以 現在情況很惡劣 現在不僅是西安 現在 東京 北京冬季奧運會倒數12日 大家記得2月4日我們去示威 倒數12日 北京新增9宗本土確診 相信可能也是Omicron疫情 現在 北京 已經失陷了 你是不是要整個北京封了 用 燒刊把鐵閘刊刊死 讓居民不能夠出來 所以 稍為有一點點良心 稍為有一點點良知的人 其實也知道 英國 雖然防疫 就是好像很失敗 在數字上 我們再看看英國的防疫數字 英國就是一個6000萬人口的國家 他的防疫 成績相當之良麗 他現在 感染的人數 確診 被驗到陽性的人 累積那麼久以來 就是1578萬 換句話說 差不多就是四分之一的人口 全部都中了COVID 這個簡直就是非常之厲害 美國更加厲害了 美國人數方面就拋離了英國很多 美國的人口多於英國很多 所以 百分比也是英國遙遙領先 英國 這樣的數字 但是英國沒有大不了 英國 就是那個 總共累積死亡人數就是 175,000宗 粗略去計算一下 你就知道成績 就出來是怎樣 這個 就是你計算了 就是17萬多 除了15萬 你發現這個死亡率是1.1 7% 英國正常的死亡人口的數字 在2011年的死亡數字 每年的死亡人口是55萬 所以你會 看到 其實 來自這個武漢肺炎的死亡率就不是特別高 所以 雖然確診數字非常之驚人 但是你看到 其實 整個疫情對於 英國那個死亡人口的比率來說 在數字上面 其實沒有一個很嚴重的情況 但是中國大陸就不同了 中國大陸的不正常死亡人數不斷上升 反而中國大陸的不正常死亡率正在上升中 在2020年到2021年 由7.07升到7.18 所以你真的兩個地方詳細去做比較 你就會發現 其實這個 醫院的評論是很正常的 但是醫院的評論 慘租出征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三個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以及星期二新聞雜絕 繼續請大家運用免費模式 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繼續用無限loop大法 打開節目清單幫我們播放 經濟趣好的朋友 請你訂閱我們的Patreon 我們現在 就是艱苦經營 我們也就是 繼續 保持著把最新最快的消息 最新最快的時事評論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這個媒體 小粉紅要出征 事源中國大陸 造反 竟然有中國大陸的醫院 大讚這個大英帝國 說這個大英帝國防疫出色 結果 這個post就被 微博被遠方封殺 然後 還要道歉 當時 寫著英國宣布取消大部分的防疫措施 這個微博是河南省 生殖醫院出的post 時間是1月22日 英國宣布取消大部分的新冠 肺炎的限制措施 從最早提出群體免疫 到依據新冠傳播模式防疫 從疫苗研發 到全民寶座 大英帝國始終走在世界前列 近20年來 唱衰日不樂的人很多 但何謂先進 何謂落口 不是GDP 核武器 高鐵 而是先進的政治制度 以及社會管理人民福利 我們 細心研究一下 他說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沒有錯 當初英國 自由太好 是真的 那些人不戴口罩 導致疫情繼續擴散 所以英國政府很早就已經放棄了追蹤防疫 也 沒有強制檢測和隔離 只不過 一直是預備 研發自己國家的疫苗 阿斯利康 然後 全國的疫苗接種率高達90% 這是第一針 然後 再到了 疫情 還是不斷擴散 但是死亡率大幅下降 英國在整個防疫裏 就是做到 沒有去騷擾市民 除了有一段時間 已經令到英國的市民很不滿之外 其實整體來說 他就不想干擾那個自由經濟 再加上 就是 做不到生意 政府還給了大量的補貼商家 令到震興經濟 這個 就是你看到整個文明社會 不是說防疫數字 贏人 這個真的沒有說錯 你不是要那個數字贏人 到最後你是不是真真正正有尊重過你那個國民 那個意願 有沒有在 每個人的自由 以及公共事項上得到平衡 又在那些 有需要接受幫助的人 例如商家做不到生意 你是不是給他們足夠的補貼 維持著他們的生計 每一樣東西 雖然英國的防疫數字 相當之惡劣 但是英國 就告訴了全世界 這是一個文明的國家 這是一個 以人民 優先 的國家 每一個政策 都是考慮了人民想要甚麼先 雖然他的防疫數字 就相當之惡劣了 所以這個post 其實就是在說這件事 大英 真的有這樣的能力 因為這個其實 日落極 都比你還光光 這樣才糟糕嘛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看看香港政府 也不用看西安 你就知道了 香港政府 做的事 不斷擾民 不斷顯示自己要處理的數字問題 人民的福祉 上班 你死不死 有沒有飯吃 他全部都不理 香港就是西安化 天天在踩英國 笑英國的數字 英國的數字是有原因的 英國為甚麼會繼續放任 疫情 就是因為研究發現 他知道疫情 死亡率是有限的 雖然也是算數 也是駁一鋪 又或是說得難聽一點 他們不是這樣也沒有其他辦法 但不是這樣也沒有其他辦法 也是一種辦法 這個叫順其自然 到了這個階段 你再 拼命將整個國家的人封鎖 也不會使得疫情有幫助 這個時候 群體大幅感染 再到群體可能有免疫 現在的情況 似乎 這個還沒有做統計 似乎在英國正在出現 世衛也跟著這個說法 世衛也說 你的旅遊限制也沒有意思了 對押制Omicron的疫情也沒有幫助 所以就叫你 世界請你各國去跟吧 香港垃圾政府到底是根據甚麼東西去做防疫的呢 好了 出了一個正常的post 大家也知道 在中國大陸 說正常的說話 說人話是不行的 只能夠說黨話 於是 這個 河南省生殖醫院 發的微博就是遭受大量的小粉紅 出來 要出征這個 微博 進去狂批這個 河南生殖醫院 說他 就是在捧英國 踩低中國大陸 甚至乎就是質疑我們的政治體制 說這個是政治問題 不跟你算也不行 所以你說多好笑 出來捍衛這個極權的 通常就是這個農場裏面的動物 香港也是差不多 出來 現在投訴 吃公仔麵 沒有飯盒吃的 我相信 很多都是藍絲來的 黎先生說要上班 你就知道 藍絲的成分甚高 你就看到擁護政府 他就來對付你了 他 不會跟你客氣的 他當你是生畜 這個就是大對比 你又去搞強檢 又去搞隔離 經濟崩潰 但你也防疫不了 你這樣防疫法 你跟沒有防疫過的分別呢 真的很好笑 人家是防疫不了 但人家是防疫不了 人家經濟沒有崩潰嘛 人民繼續 自由去街 繼續自由就是經濟活動 起碼這個是人家 集體 這個真的是民意 所以 這個是人家集體決定的生活方式 當然啦 其實我們覺得 到處不戴口罩 真的不是那麼好 但是也沒有辦法了 你在英國的朋友你就知道 那些人 繼續是無威無懼 但是你也沒有辦法了 所以 再 強迫他們做一些防疫政策也沒有用 他們也不會聽 只會繼續反抗 從數字上去看 英國感染數字很驚人 但實際上 英國是不是很嚴重呢 其實英國一點也不嚴重 英國 現在已經是 最早的 西方國家 近乎是 完全跟這個 疫情是共存的 疫情共存意味著 香港政府和中國大陸政府想推 的這個 無論是疫苗 防疫政策也好 很明顯 就是 不會推動成功 所以他們現在 正在 向著迷宮進發 而他們 將會走上一條不歸路 他們那個 是只有 挖頭路的迷宮 到底他們可以在迷宮裏面 如何找到出路呢 不會找到出路的 你裏面不斷只有死胡同 所以很好笑 一直看 現在香港 真的是 如果我們燃燒 你燃燒 現在 整個香港被林鄭攬炒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揭露到這裏了 今天講到這裏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明天再見 阿豬